我不想为生活跑龙套 只想做真实的自己 大家好 我叫王小天 来自内蒙古赤峰 毕业于山东宾州职业学院 进修于中国传媒大学 喜欢表演 热爱舞台 今天来到非你莫熟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关于戏剧表演相关 或者文案编辑 或者活动执行或策划的相关工作 谢谢 超先生 您好 我那边站影了 离我远点 多高啊 1米91 好了不起啊 骄傲 真的吗 我怎么感觉 有些人其实身高高 反而给自己带来了一些自卑呢 说实话 你有吗 有 因为跟别人不一样 是的 因为特别出众 因为我的最高人是 在高中的时候是1米83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 涨到1米9的时候 我就想不要再涨了 不要再涨了 结果去体检的时候 一凉1米91 挺悲哀的 拿个凳子给我 附老师 你要有自信 第一个可以允许你坐着 人要自信 小伙子 我是有史以来 同小时候他第一次被你这样 我关心你 好的 我默认了 我感觉这是我的一个特权 因为有史以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选手 但是附老师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让我坐下来 我会直接就静下来 你原来有过演艺经历是吧 是的 我是来到北京 这五年都是一直从事和话剧相关的 想做演员 是的 演过哪些剧啊 保镖 保镖 最多 然后杀手 打手的 看这上面有一个就是还热播的电视剧 叫《创业时代》 是的 大家看过的吗 和黄轩和安德拉伯伯一起看 你是演哪个角色 打手 有台词吗 有镜头 有女 我 他说那我能想起来 他们那个在外面雇了一帮地痞流氓 去砸人家那个创业公司 这电脑 我想起来了 开车撞人家那个咖啡馆 是的 就是坐下 是你是吧 是我 好好好 对 好好好 这种感觉很好 是不是特别喜欢演电影 我还有拍过网络的综艺的一些个网大等一系列的 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出个题 您说 现场展示一下 一脚醒来 你发现你的双腿被锯断了 哈哈哈 从此 从一米九一 变成了一米五几 哈哈哈 因为出了车祸嘛 他以前是撞别人嘛 对吧 对 我这次让他被撞嘛 一米五一 对不对 你试一下 正好你在病床上嘛 一开始 医生 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腿呢 医生 肯定是搞错了 医生 我的大肠腿 医生 主要是 一上台有点 懵了 因为我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昨天晚上不应该喝太多的酒 我干嘛喝了酒还要开车呢 谁让你撞人家的咖啡馆 医生 医生 有没有人管我 谢谢 谢谢 不错 不错 真的不错 不错 走 走 其实呢 如果从陀老师刚才的设定来看的话 你刚醒来 不应该认为 就一定认为自己在医院 你第一个呼唤的应该是你最亲近的人 而不应该是医生 我的表演方式呢 因为我是做记性表演的 做记性表演的就是说临场发挥 你给我一个主题我直接就发挥 然后余总那边呢 他可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一方面的 刚刚醒来的人 其实他的 他对陌生环境的 用眼神啊 去给所有观众去营造的 应该是空间感 你太没有同情心了 你演一下你去 坐 他也没有同情心了 老于 怎么会 来 你来一下 对 你来一下 来吧 对 余总那边呢 他可能是没有接触过这些方法的 但是他可能是根据生活中的观察 或者说所见所时来进行的一些表演 一夜醒来发现自己长高了40公分 哈哈哈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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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不好 OK 喜事 喜事啊 点凭一下我们余导演啊 眼神不到位 哦 啊 因为我感觉我的表演 更符合现实中的嘛 然后余总做了呢 他可能会用一些 更夸张的说法 来将这个表演进行下去 老于 我就问你一句 你刚醒来 如果真的发现自己长高了 你开头就快乐吗 很开心吗 你得相信恐惧 怎么回事 说明什么 说明我可能在头天晚上入睡的时候 我就在梦想着我能长高 当我起来之后 我突然发现 我昨晚做梦的那个梦想好像实现了 我离这个房顶 离天花板好近 我稍微 往上轻触一下 都能够碰到天花板 我当然高兴 因为那是我的梦想 然后当我 退后两步 我还要做的时候 你放心 当你变高了 床就变矮了 浩洋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不了解 因为你不了解一个矮子 多么渴望展高 你是不会去理解他的心情的 对的 好 所以经过了这么一高一矮的过程当中发现 其实不论多高健康就是好的 对 没错 谢谢老鱼 谢谢老鱼 谢谢鱼老师 你那么高很难找女朋友吧 是的 你这干什么 瞧你那个做死的样 你女朋友对你的梦想知识吗 我谈过女朋友 但是谈了两个都分手了 然后女朋友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王小天 你要是能当演员 我就去死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如果你能当演员我就去死 可能第一是演员这一份职业 不太适合我这种课边出身的 第二是 他觉得你活不了 对 你觉得你活得了 我觉得我能活得了 那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回答一句话 我要是能当演员 你就去死 那我不白当了吗 不是 打扰了打扰了 你好好认认真真回怼一句 我要凭借我的能力证明给你看 我是最棒的 好 两个都这么说的 没有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个高 他有多高 他是一米六 那你挺不幸的呀 个高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太大的 他们都说 说找对象就要找个高的 但是在我这就没有体现出来 你老公多高来 两米零五 你觉得身高是个缺点吗 我觉得其实在生活上是不方便的 踮起脚来 亲得到你老公的嘴呢 他不万要亲不到 我们试过 脑泪啊 他整个生活非常不方便的 那你为什么那么爱他呢 我就喜欢他那个傻样 胡老师啊 洒粮 狗粮吃爆了吗 哎呦我做情感的这算什么呀 我知道他们夫妻情感的真实状况 个子比较高的男生 相对都会比较木朗 但是呢 在他跟胡同老师互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小天呢 他其实是这个反应是蛮快的 但是你却并不是这个专业毕业 对 我学的是工商企业会计 人力资源和生产应用管理 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的爱好和你的专业 以及将来你想干的 是不是会有些迷茫 不迷茫 因为我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 那你干这个养的活自己吗 养的活 婚礼主持 婚礼摄像 婚礼摄影 加文案编辑 加策划 全包 到底哪个最厉害呢 不可能给这么多岗位 主持人和话剧演员是我的本职 但是即便是在主持人和演员 你最喜欢的这两个角色中间 你也得选一个呀 首要的是演员 首选 首选是演员 第二个是活动策划执行 或主持 对 要求薪资多少 演员在一块来说的话是五千加 然后如果要是做文案编辑 或者说活动执行策划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七千以上 第一轮选择 徐霍零 第一轮选择 徐霍零 还有七转的 天生 我有才 天生 我有才 天生 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唱一首歌吧 我们的时光 赵雷的 头顶着太阳 燃烧着青春的余热 她从来不会放弃 她从来不会放弃 招摇着我们的行径 她从来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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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闹是隔绝的有一个世界 让我们疲倦的身体 在这里长久的停歇 因为才艺在这舞台上 我觉得不管哪个 所有时间留给选手 都希望选手是把 就是珍惜这个时间 能够在所有的表现里面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示出来 但这一点上 我觉得她没有抓住 选了一个自己 不是特别擅长的 一个才艺来展示 来 我们进入职场 行商课堂 发现你的领导 开始有泄墨杀驴的情况 你该用什么方法去应对 我先问一下 我为她做了什么 价值的工作 然后第一是证明 我要存在的价值 第二是我要问一下 这个公司为什么 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 还是因为有什么其他原因 你要给我讲您的原因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答应了你主持一场婚礼 是一千块 主持的还行 结果新人特意挑你毛病 要压价 压到你到六百 压掉你四百块钱 首先 你怎么面对 我要问一下 答应好的事情 为什么出尔反尔 主持的不好 您是说我哪里主持的不好 哪都主持的不好 六百块钱 你爱要不要吧 我要了 接受是吧 总比没有奖 这个问题 我只能就是来接受它 因为我不能因为小而失大 最起码的利益还是要保证的 所以我就见好就收 六百块钱我也是足够的 你回到这问题 表明你是一个很讲理的人 当领导欺负你的时候 你还是想给领导奖理 这个呢 就看你的性格特质 就反映出来 你是一个比较 较贼 但后面呢 你还有一定的灵活性 给六百也要 但我还想知道 当你拿六百之后 你会怎么办 还继续给他干吗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也没必要再跟他合作了 就走了 就不干了 在这个公司也不干了 因为市场有这么多家的 我没必要非得在你一家合作 他就是还是一个 看你的性格 直愣子的性格 原则性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你之前跟的 跟过活动对吧 有做过 现场类的活动做过是吧 有做过 那大概问一下 比如说啊 现在有一个舞台 然后那么可能是 15米宽 6米近深 然后8米高 然后1米5高的台 我在彩排之前 要预留多长时间给你搭建 您是搭建什么场地 就是酒店 酒店 或者是一个展厅 就是大概就这个 舞台部分 你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要是物料 已经处备完 处备完事的话 我刚才的问题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多一个字不会给你 因为我觉得我的题 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你能听懂我说什么 一天 可能是由于在台上 一些有紧张的人 也没有听清 他如果要加上彩排的话 我会告诉赵总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加上彩排原因 再加上进场 包括物料采集 加上后期的一些彩排 最少3到5天 如果要是咱们这种大公司 连一天的成本 你都出不来的话 我建议也没必要坐在这儿 我觉得你的回答 我是不满意的 当我问你什么时候彩排的话 意味着我需要的是 灯光 音响 舞台 已经准备好 准备好 然而这个时候物料 然后环境 比如地毯都可以没有铺 它可以在我彩排的时候干 如果你有活动经验的话 你是可以计算出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估计你可能是没有去 参与过特别多的大型活动 一种统筹的经验 多少钱 合适 五千几是正常的 五千 对 就是跟做演员一样 这是你的建议 对吧 因为他没有专业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善感激 宝丽好 先说一下你的职位 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来 这边 讲师加文案 OK 谢谢 好 价格可以吗 要谈吗 价格可以接受 考虑一下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 宝丽好 伸服加速器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宝丽好 去吧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想加入更大的团队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所以只有团队壮大了 我才会得到一些提升 然后第二的话 我会利用空闲的时间 还是会有一些个综合上的学习吧 进行一个最大的提升